大家好,我是队长 周一晚上的时候 漫威突然发布了《黑豹2.瓦坎达万岁》的正式预告 比起SDCC上公布的版本 正式预告增加了取诱的内容 让影片看起来更加的连贯 并且《更切之心》的盔甲、女黑豹和纳摩都有了比较正式的亮相 今天我会把预告的顺序打散 然后以影片正常的顺序来进行解析 并且还会说到其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预告一开始 所展现的就是特朝拉的葬礼 根据《黑豹2》的设定 国王特朝拉因为某个原因去世 现在瓦坎达的国王暂时有太后拉曼达带领 而这场葬礼就是 瓦坎达以当地的习俗来送别特朝拉 结合后面的镜头 站在拉曼达旁边 拿着黑豹面罩的应该就是公主舒尼 他拿着象征特朝拉的黑豹头盔 为其进行送别 之所以在特朝拉的葬礼上 许多人宰歌宰舞 这是因为根据非洲本地的习俗 葬礼都是通过歌舞的形式来送别死者 一些非洲民族认为 这是断绝活人和死者在生前的关系 意味着活人从此进入忘我阶段 因为在他们看来 人死并没有什么可怕 死是活的继续也是归宿 这也和瓦坎达文化相呼应 国王死后都会驱往先祖之地获得永生 而奥克伊的哭泣 显然是在对特朝拉的死表示哀悼 并且需要注意的是 王座大殿被重新修缮了 在王座两边的树子上印有 纪念伟大王者特朝拉的文字 显然这是特朝拉死后才有的 在葬礼的画面里 还双插到纳摩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纳摩正在修缮一面壁画 结合此前演员的采访 纳摩在影片中的设定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所统治的国家不再是亚特兰蒂斯 而是源自玛雅文化的水底王国塔罗肯 他所修缮的也正是印有 玛雅诸神图腾的壁画 预告还展示了塔罗肯的部分外貌 整体看起来十分的恢弘大气 只是和隔壁DC的亚特兰蒂斯比起来 似乎光照没有那么的充足 显得比较幽暗 而纳摩的王座则是一个充满疗牙的大嘴 充满了威严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 黑豹2的海底世界 采用的是阿凡达2的同款水下摄影技术 所以水中的质感应该还是会比较真实 另外预告也展示了 塔罗肯和瓦坎达开战的导火索 一艘人类世界的船只 在海中发现了震惊的矿藏 于是进行了开采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片海域正是塔罗肯的领土 而这种行为也激动了纳摩 预告展现了塔罗肯的族人 爬上了开采船的画面 显然塔罗肯阻止了这场开采后 水底世界也因此暴露 而纳摩将这一切都归咎于瓦坎达 在第23发布的片段中 纳摩说过这么一段台词 你们将我们的王国暴露给世界 瓦坎达危及了我们的安全 这一指的就是特查拉让瓦坎达对外开放 结果导致了世界各国开始寄予震惊 第23发布的片段 就是各国再联合国对瓦坎达施压 企图强行买卖正经 但是却被瓦坎达提前破解 抓获了一批潜入瓦坎达 企图盗取正经的秘密小队 作为各国各怀鬼胎的证据 这才拒绝了各国的要求 而各国剑无法从瓦坎达获得正经 也只能从瓦坎达的境外寻求正经 于是他们找到了同样拥有正经的塔罗肯 这也就导致了之前的纳摩 而根据白原姆巴库的描述 塔罗肯和纳摩的故事一直流传在瓦坎达境内 由于角色的起源发生了改变 纳摩被族人称为酷酷尔坎 也就是羽蛇神的别名 是玛雅文化的主要神明 是长着雨水、粮食、死亡和重生 纳摩所带的头饰正是参考了羽蛇神所制作的 另外羽蛇神也在雷城斯艾雨雷霆中登场 坐在女雷神他们前面的正是羽蛇神 而一旁的黑色女神则是黑帮女神巴斯特 两百预告都出现了纳摩出生的镜头 在原作中 纳摩是人类和亚特兰蒂斯的混血 因此肉体能力是普通亚特兰蒂斯人的树碑 同时纳摩也是一个变种人 脚踝上各有一对小翅膀 能够在水路空生存并高速移动 在预告中 我们就见到了纳摩利用小翅膀在空中飞翔的镜头 因为在漫画中没什么表现 没想到这对小翅膀扑扑扑的还挺可爱的 纳摩出现在瓦坎达的镜头 纳摩的表情和动作似乎对拉曼达并不满意 或许在他看来只有死去的特查拉才是他认可的国王 接着我们终点来看一下塔罗肯的军队 除了与蛇神纳摩外 塔罗肯也是倾巢而出 分别是纳摩同父异母的妹妹纳摩拉 以及海族的大将军海莎 他们二人也作为纳摩的左右手出现在了正式的海报中 另外在预告中 塔罗肯的族人在陆地活动时 通常会戴着一个面罩 就是因为他们只能在水底呼吸 而且当他们登上陆地后 一个例外 预告中的这一幕 纳摩充分展示了他的飞行能力 面对炮火依然能够在战场中快速的穿梭 而瓦卡纳这边 迎战纳摩的则是白云部落的组长穆巴库 预告展现了他从飞机上跃入水中 然后手持权杖与纳摩对峙的镜头 在第二三道片段中 穆巴库虽然敢于和纳摩正面交锋 但奈何身体素质实在差太多 穆巴库拿着权杖砸向纳摩时 却被纳摩仅用一只手肘 就把权杖给击碎了 接着出现了纳摩达交到苏尼的镜头 对比纳摩达所穿的衣服 在母女二人谈话结束后 纳摩达应该就会前往王座师与纳摩见面 而这幕据我所猜测 应该就是纳摩达知道这仗凶多吉少 因此在最后的关头 把瓦卡纳的一切都托付给了苏尼 而纳摩在击败姆巴库后 一路杀掉了王座大殿外 在这幕 纳摩达和钢铁之星前面的玻璃上 倒映出了纳摩即将敲碎玻璃的身姿 紧接着是纳摩招来大浪 上演了经典的水焰瓦卡纳 可以看到整个瓦卡纳都被海水所淹没 而纳摩达由于直接遭到了洪水的冲击 也在这场灾难中去世 因此预告中出现了苏尼在姆巴库怀中痛哭的镜头 同时由于纳摩达之死 苏尼也成为了瓦卡纳王室最后的一名成员 这也为苏尼继任黑豹埋下了伏笔 接着还出现了两幕 苏尼在被水淹没的王座大厅内 四周的火焰也暗示了苏尼即将发生蜕变 紧接着是一连串的黑夜追车镜头 这一幕显得致敬的是黑豹一开头的追车戏 除了驾驶车辆的奥克耶之外 钢铁之星也有登场 至于这场戏在影片中的位置 我其实感觉不太好下判断 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这幕中出现了钢铁之星的红色盔甲 按道理来说 这套盔甲应该是在电影接近晚间的时候才会登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感觉这幕应该是在影片后半段的位置 但是在这幕中 塔罗肯的海撒和拉姆拉又和瓦卡纳发生了碰撞 看起来似乎是双方初次交锋 由此这段看起来又感觉发生在影片的前半段 发生在塔罗肯袭击开采船只之后 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是后者 因为按照这样的话 影片就更流畅 只是这样的话 就只能解释为影片一开始 钢铁之星的红色盔甲就已经存在了 另外在预告中 也展现了钢铁之星骨刀设备的镜头 以及第二次瓦卡纳和塔罗肯的战斗中 钢铁之星的战甲是直接参战的 就是我个人更倾向于影片的水源瓦卡纳之后 还有第二场瓦卡纳和塔罗肯的大战 也就是瓦卡纳的反击战 在这幕中 瓦卡纳选择主动出击 乘坐一辆战舰来到塔罗肯的水域 可以看到船上瓦卡纳的军队 由白院部落和朵拉禁卫队组成 至于特查拉的恋人纳吉亚 由于他是瓦卡纳的情报部队猎犬的首领 很可能也身穿了新制服参与了这场战斗 而这场大战的重头戏显然就是新黑豹的登场 在预告的最后荧幕中 苏尼穿着新的黑豹战衣登场 看周围的背景 这里很可能就是塔罗肯的宫殿 或许黑豹决定以牙还牙 直接用某种黑科技 把塔罗肯的海水全部抽走 或者阻隔开来 然后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与纳摩展开了决战 至于双方大战的结果 我想大家都能猜到 最终肯定是苏尼获得了胜利 漫画中 苏尼就曾和纳摩进行了一场大战 苏尼身穿的盔甲也被其名为 纳摩Buster 翻译过来就是纳摩毁灭者 或者反纳摩盔甲 而结局呢也是以苏尼击败纳摩告终 不过纳摩并不是本片的反派 在接受《帝国》杂志采访的时候 纳摩的演员 阿诺克·维尔塔表示 纳摩在本片的定位是英雄 反派另有其人 他说 拉底美洲总是好莱坞影片中的坏人 但如今我们是英雄 或者反英雄 不管怎么说 反派另有其人 结合漫画剧情 纳摩确实是一位英雄 本片的反派很可能是他的手下 达将军海撒 漫画中海撒就是纳摩的反对者 或许那个导致开战的船只事件 就是海撒暗中安排的 至于海撒背后伺服还有别人 此前有传闻说是 《毁灭博士》安排了一切 有传闻说 《毁灭博士》雇佣了 那时候开采船 原本《毁灭博士》 是想挑起两国的战争 然后自己作收渔翁之力 然而他没有想到 最终梳理战了出来终结的战争 也有传闻指出 本片的幕后彩蛋 就是引出了《毁灭博士》 关于这点 大伙可以期待一下 最后我来说一下 我的这支预告的感想 整支预告 影片的动作戏和特效 绝对有前三阶段的水准 关于这两个方面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再加上《黑豹2》的时长 共有2小时41分钟 仅次于《毁灭博士》的联盟4 就故事的体量而言 把故事讲清楚 他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总之看完预告后 我对影片是非常期待的 那以上就是 《黑豹2》预告解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